哈喽各位小学女 这一期视频呢就是一个分享一下 我会带什么东西出门 其实就是回家过年的一个视频吧 因为我的东西真的很多 然后最近又没有时间整理 就这大概稍微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回家过年会带一些什么东西吧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些 就是我准备要整理的一些东西 然后就发一些东西出来带回家过年 那我们现在发布就说直接进入正题吧 我现在在选带回家过年的化妆品 然后不知道带什么回去比较好 这两个粉底液吧 是都已经要空瓶了的 所以我在纠结 我在纠结要不要开心的 然后带回家过年用 还是说把新买的这个带回去测瓶 就是那个完美日记的小金盖嘛 好像真的好纠结啊 因为我最近半个度也没化妆嘛 所以那就是很纠结 也不知道带什么 然后眼影的话我应该是带这个 Hidden的那个吸油鸡盘 带一盘这个回去 然后带一个那个 带一个那个Tom Ford的那个20号 然后再带一个橘朵的 这一个酸色的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了 就是你可以换那种很清淡的砖啊 然后也可以换那种稍微浓一点的砖 然后我就决定带这个了 然后眼部产品的话 我应该就是带那一个带这个橘朵的 眼线胶皮橘朵的睫毛膏 还有橘朵的这个睫毛膏 就栓头的和那个那个什么那个棕色的嘛 然后还有两枚膏我就带这个了 然后带把眉刷然后 睫毛夹 睫毛夹又带这一种了 然后还会带一个那个碳睫毛的 那个东西回去 然后口红的话 我又陷入了旧剪 就口红的话 我应该会带一只这个清水橘 就是一片橘的橘掉色的那个种啊 然后Dior的999应该会带回去 然后还有那个我之前新买的那个 Too Faced的这个Chili Pure 这个我会带回去 这个非常好看就很显摆 然后又很纠结要不要带DG的这个621 因为这个621也很显摆 然后散粉的部分的话呢 我应该会带就是这一个散粉 然后再带一个这个粉饼回去 方便补砖的背开的这个嘛 方便补砖的时候用 腮红的话呢 我应该还是带这一个 铅臂的那个三色的那个腮红吧 因为这个有三个颜色 它就很方便 有什么样的都有 然后可能还会再带一个 这个嘛 就是TOO Faced的这一个腮红膏 也是我新买的 它真的太可爱了 然后其他东西的话 应该也没什么了吧 然后眉笔的话应该就带卡西色才眉笔 就真的很纠结 然后高官的话 我可能会带这两个回去吧 就PK107和那个WT905 其他的东西的话我就不带了 就真的是太多了 就是讲实话 就是你看着这么多 其实你带过去了 也不会用到那么多 我就真的是 这里只是我的冰山一角的那个东西而已 所以说 纸昏的纠结呢 然后接下来我说的就是护肤的方面了 那个卸妆水的话 我应该会带这一个回去吧 就是那个Uni还是Erni的这一个卸妆水 然后应该还会再带那种卸妆精 然后眼唇蟹的话 东西太多了 然后眼唇蟹的话 我应该就是带这个尼威亚的这个眼唇蟹了 我同货这个很多 然后我换上棉的话 我不是 然后那个上上工具的话 大家应该就是帕瑞士这个 就是你不想洗的就扔了就好了嘛 其他的东西的话 嗯 也没什么东西的 这个下面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囤货 嗯 这一层也是我的囤货 因为最近没有时间整理 所以十分的乱 然后现在回过正期说一下 我要带的护补品吧 首先呢 这个我是肯定要带的 就是这两个呢 我是搭配一起 搭配一起使用嘛 然后效果还挺好的 这两个我是肯定要带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护补品的 剩下都是成货 反晒的话 我应该是带这一个 然后还会带一个美帕的反晒吧 就是反晒就是 我还会再带一个美帕的反晒 我美帕的反晒呢 呀 东西太多了 天天呀呀 我的美帕很晒 就是精华方面 我就是带这两个精华嘛 一个博乐达的 一个这一个 面霜的话 我就带这个面霜 它可以保湿 然后还可以预防痘痘嘛 就是我最近都在用它 已经空瓶 可是这种新开来挺好用的 眼霜的话呢 我带的就是以上这个眼霜 这个眼霜很好用 就是带回去用一下下 眼膜呢 我会带这个胶发热的眼膜回去 我就是眼下细纹真的很严重 你们看前面那一段那个皮肤检测 你们都知道了 然后这边的话 还有一些小样的话 这到时候去旅游的时候会用到的 那护手霜的话 我带的应该是智本的这个护手霜 我还有可力精都没开 我想说就是一个一个用完了再开嘛 然后这就是我的护肤品 上面大概会带的东西就这些了 然后呢美铜的话呢 我会带可能会带日泡的吧 然后也可能会带那种年泡 因为年泡的它那个款式比较多嘛 日泡的我没有买那么多款式 日泡的我很少的 日泡的我基本上都是肥蜜啊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诶那个什么就是 全透明的库博观学的这个 然后其他的话我是没有买 买太多 然后剩下的这些都是那种年泡的 然后剩下的这些都是那种年泡 颜色比较好看的那一种 然后这就是我护肤品发面会带的东西了 然后那个其他的发面呢 我还会带一个这个美容仪 因为我想去提拉一下我的脸 然后消失一种 它对那个眼部戏我好像有用 所以我就想去使用一段时间 然后电动牙刷带的就是这个电动牙刷 这个到后面我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分享吧 这两个东西我觉得都还蛮好用的 那好啦 在这里先祝大家春节愉快咯 希望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那个回去会不会拍其他的视频 但是我家在乡下嘛 然后过年的话都是那种鞭炮声 像餐食厂一样 大声那种轰鸣的那种 所以回去肯定并不一定拍不了什么视频 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会带回家的东西 这只是我就是非常艰难做出的决定 因为我对应证太多了 那希望我的那个皮肤检测的那一个过程 和这一个分享我回家过春节 会带什么的那个护物品和裁装品 大家看了会喜欢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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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